这沈老太太在书宴上举办厨艺比试 明面上是选厨子 实际上是给沈总选老 你说这比试冠军是谁 那当然是要看看谁请的厨子厉害了 梅梅姐 我听说你请了云城第一大名厨苏大厨 这冠军肯定非你莫属了 行 碎碎 她怎么在这里 她不会是要来跟我抢冠军的吧 哇 一个寿宴就忘了这么奢望 不愧是沈家 哪来的厨子 这么没归去 前天是你该来的地方吗 江碎碎 今天是沈老夫人的寿宴 你就想在这里供应沈总 军军姐 你们都醒了 难不成之前就认识 一个没妈的野种而已 身上怎么混进来的 你说什么 难道不是吗 爸早就心里没有你了 爸现在只在乎我和我妈 而你那个死人吗 连江家的坟都进不来 不准提我吗 你疯了 你只敢打我 你不过是一个过去混淆的骗子 你还敢打圆圆姐 来来 把她给我包起来打一段 好想听也会听 你们干什么 我可是今天猜猜的选手 你们凭什么干我出去 你说凭什么 就凭圆圆姐今日请来了苏大主 就一定会赢得比 然后成为沈老太太的儿媳妇 你说比 还要把她给我赶出去 我看谁敢 我看谁敢 今天这场宴会 请的都是云晨的顶楼主持 你来做什么 那当然是拿到冠军 这样就能直接晋级时辰 真半赛的决赛了 这么有信心 你不会就是时辰土地吧 那当然 不是了 我只是聪明 不学成才罢了 江岁岁 这不会就是你请来的救兵吧 穿的人魔狗样一身西装的 掩盖不了他穷酸的气质 大胆 对我们老板不救 老板 你是谁 连我都不认识 也好意思来参加沈家的宴会 我就是是 这可是沈老夫人的深沉业 你就别再给我添乱了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但是你假冒沈总的身份 要是暴露了 咱想就动得很大 你听明白吗 怎么不说话 不好意思 我忘了 你手上这话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你手腕上的疤和石神徒弟的位置一样 来云城的时间也对的是 江翠翠 你实话告诉我 你究竟是不是石神徒弟 他怎么会知道我右手手腕上有一道疤 满不住了 他怎么会知道我右手手腕上有一道疤 满不住了 他是石神的徒弟 他这个疤就是他小时候被热水烫的 就凭这道疤就能说明他是石神的徒弟 真会碰瓷啊 是这样吗 如果他是石神的徒弟 那管爸一定是学习厨艺师烫伤的 难道真的是我认错了吗 是不小心的 还是有人不议 是江源只是用人按着我 不议我我身上不开许的 是吗 是真的又怎样呢 江翠翠 如今呢 你也只配这种情酸的屌丝男了 沈总只会是我的 花心大萝卜谁稀罕 夫人 那报纸都是瞎说的 沈总不是这样的人 你又不是他 你怎么知道 这种有钱人都是表里不一的 你们在这干嘛呢 你们三个这一唱一和 说上说嘛 我看你们都是一伙的吧 来人 全都给我赶出去 等一下 等一下 沈老夫人 这个贱人莫学无数 还在你的宴会上骗吃骗喝 我这次帮你把他赶出去 他是我醒来的厨师 你有意见吗 没有没有 好了 既然大家都到齐了 比赛 就开始吧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我赢重 沈太太 只能是我的 这毒蘑菇和普通蘑菇看上去一模一样 可炒熟之后 却能散发郁香 只要味道 就会让人产生幻觉 姜碎碎 只要你把这盘菜端到沈老夫人饭 就死定 沈老夫人 为了这场比赛 我专门请来了在去年时辰争霸赛中位列前三的苏大厨 相信他一定能治好沈总的厌食症 我的验食人早就被姜碎碎一碗蛋脏饭给吃好 早知道 应该喝妈十斤 你叹什么气呀 家里的福气都被你叹光了 你看着吧 这些都是小品 十斤主厨 姜碎碎 这女孩子不错呀 您不是已经给少爷长那么亲十 容景到现在都没有把那女人给带回来 恐怕这两人啊 早已经黄了 既然如此 我当然要给他再选一个和心意的女子了 老夫人精明啊 那当然 怎么这沈老夫人一直对我笑啊 难道他认识我 可能是觉得你漂亮的 嗯 姜碎碎 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等着瞧吧 看你一会还怎么笑得出来 每个人的食材相同 限时半小时 比赛开始 这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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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实在有问题 还挺新鲜的 哇 雕醇 这不是这个也想获得半军啊 也行 别着急嘛 哈哈 啊 哈哈哈哈 啊 当公出神入法 真的不是指神的弟子 苏大叔 我这招 花拳秀 你见不吃人的 想要 啊 啊 啊 好可怕啊 好可怕啊 蓋世 江碩子什么时候学会做饭了 那志幻姑 可是我辛苦寻来的 想赢我 也得有命才行 看你还能得益多久 等那盘毒蘑菇 被端上出 你就死定 好香啊 好香啊 这是你做的 怎么会这么想 奇怪 我之前做这道菜的时候 也没有这不香气啊 快 快把这道菜给我端上来 快啊 这蘑菇 天天太老实了 哈哈哈 老夫人 怎么那里 老夫人 老夫人 哇 这么大的镜子我发财啊 哈哈哈哈 妹妹 好漂亮 来 哥哥 亲一口 关心菇萨我成千了 哈哈哈哈哈哈 班晓菇萨我班晓菇萨 书林啊 这么些年 妈的人 辛苦啊 妈 我好想你 我好想你啊 妈 怎么会是 那蘑菇有毒 什么 你别着急 我有办法 下山前师傅跟我说过 这种蘑菇的香气 会让人产生幻觉 严重 可能还会扯你 师傅是谁 当然是大名鼎鼎的 张 师傅 师傅了 我们村里 做饭最厉害的厨师 好险好险 差点就说了嘴了 那我们怎么回事 我从小给师傅试菜 什么奇怪的食物没吃过 自然没事 至于你 或许是因为常年厌食症 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有什么办法解决没有 解决 没上伤 你们装着 能克制万土的起床 关键时候 能够帮你一遍 有了 这是什么 下山前师傅给的锦囊 说是可以克制万毒的解药 只要将这些粉末 撒在空中 让大家吸入 这蘑菇的毒 就迎刃而解了 你师傅到底是 这种金龟的解药 它怎么会有 你少小瞧人 乡村厨师怎么了 我师傅常年在野外采集食材 食材也就是药材 他在山里待了十几年 什么东西没有啊 沈隆姐妹一心还真是重要 谁把我镜子偷走了 我都扶上了啊 可以 一定会好好保佑 啊 妈 妈你别走 妈你别走啊 妈 妈 师傅师傅 多亏您身谋原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小夫人 江孙子 我菜里没下毒 你们都动了 什么 这女人真歹毒 接待菜里下毒 原来她做的菜 真的让人产生幻觉 她太可怕了 你死 一群丑 不是好人性 你放心 我不会让他们污蔑 你别听了 看我发 江翠翠 这是怎么回事 老夫人 其实这道菜 是我送给您的贺礼 其实这道菜 是我送给您的贺礼 什么 这丫头疯了吧 竟然把毒蘑菇说成贺礼 江翠翠到底在搞什么呀 老夫人 您知道这世界上最顶尖的美食 是什么味道吗 那就是爱的味道 您刚刚产生的幻觉 正是您内心最渴望的事情 顶尖的美食 不仅能带给人 舌尖上的享受 还能让人看清自己的内心 老夫人 在这场幻境里 能够让您再次看到 您最爱的人 这 就是我送给您的贺礼 你胡说什么 什么顶尖食材 这分明就是一道有毒的素肠蘑菇而已 这你就不懂了吧 高端的食材 往往只需要点三的空认 你这分明就是借口 沈老夫人才不会相信你呢 说得好 之前是我浅薄了 没想到这世间上 还有这么神奇的食物 不仅味道绝顶 还能帮人实现怨我 我宣布 这道菜 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这 这怎么可能啊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当然是假的 骗他们的 多亏了本小姐这样就不然咱俩都得完 完蛋了 这下丢人都大发了 这个臭小子 有了心上人 还瞒着我 亏我之前还打算让他 和江家的小姐订婚 你没事吧 没错 我能让他们看 见 你以为糊弄了沈老夫人就万事大喜了吗 做梦 我已经打电话给时间局了 你就等着被终身禁赛吧 果然这一切都是你哥子的 是又怎么样 要这样子吗 刚才没有 不过 现在有了 刚刚有人匿名给我发了一条视频 正是后厨的监控 你猜有没有拍到你的脸 你你手机给我给我 这不是我 这 这不是我 这不是我 大蛋 在我沈家宴席上公然抽毒 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不 石王夫人你听我说 这一定是焦碎碎的阴谋 这个视频肯定是他伪造的 阴谋 我看刚才大家都中了幻觉 只有你 我就信苏的相安无事 难道你们早就知道这蘑菇有毒 你不说 我怎么会提前知道 这菜里面是 致幻酷的啊 哇 原来这蘑菇叫致幻酷啊 这么罕见的食材 你怎么会知道 我看 你们就是同谋 还有什么可狡辩的 来人 把他们两个人都给我赶出去 不要 这我是冤枉的 这不关我的事 不要 沈老夫人 沈老夫人你放我 沈夫人好 你这孩子长得可真好看 结婚了没有啊 啊 啊 哈哈 阿姨借你第一眼啊 就觉得 何演员 我也有一个不成器的儿子 长的呀 也是一票人才 到时候 你要嫁到我们沈家来 我保证 我的臭小子 绝不敢欺负你 放心吧 臭小子 老娘一定帮你把人 拐到咱们老沈家 啊 你可真会给我提论 阿姨 我已经结婚了 什么 啊 这个臭小子 居然勾到有福之福 感情好吗 如果感情不好 万一也不会那么死呗 二婚也是可以的 虽然他经常撒谎骗人 还有点蛮不讲理 但在我遇到危险的时候 都是他保护我 所以我不能抛弃他 谢谢你的好意 但对不起阿姨 哈哈哈 既然你这么说了 阿姨就尊重你 连着原来 那么 已经尽力了 那你就残求多福吧 嗯 妈 他是明年的 他是明年的 干嘛 不是 你这臭小子说什么呢 媽 那個客人等你半天 哎呀 你大哥的事我還沒問完呢 在一個有夫之父 連親媽都不認了媽 我大哥做事他有自己的分寸 啊 你一個個的都不讓我省心 小龍姐你究竟是啥人 完了 瞞不住 你休想再騙我 好 其實我是哦 我知道了 你知道了 你也是沈家的人 沒錯 我就是沈 我就是沈 你是沈家的仆人對吧 啊 沈老夫人辛考 這才把你受為乾兒子 你說什麼就是什麼 太聰明了 那當然了 師父也是經常誇我聰明的 要是能把做飯這腦子 云到點智商上 應該不至於蠢詞吧 你在嘀咕什麼呢 沒什麼 那沈老夫人 為什麼會讓我跟他兒子結婚啊 他不知道咱倆已經結婚了 也不對啊 那你叫他 那你叫他乾媽 他為什麼會生氣 大哥 沈家賜子深夜跟一女子私婚 你是 報紙上的沈總 江小姐受驚了 容景雖然說是我們家的仆人 但是我們從小一起長大 早就親如兄弟了 只是你們倆的婚禮 家裡還是不知道 所以剛才我媽的反應有些過激 還希望江小姐不要在意 原來是這樣 大哥 這一位 不會就是我未來嫂子嗎 那你這下 可欠我個人情 趕緊趕緊 江小姐 那你們先聊 啊 沈總不愧是沈總 這氣質 這談吐 你以後還是少冒充一下 氣質差別也太大了 江小姐姐 我剛才可是舊的 知道了 大不了以後家裡的飯我全包了 免心 這裡的果汁好好喝啊 嗯 這裡的果汁好好喝啊 小小姐 你干什麼 這是啟不是果汁 啊 就好好喝 沈蓉姐 你也可以 你干什么 你的脸好滑 好像一个有包子 别喝多了 我饿了 我要吃肉包子 我饿了 小嘴嘴 您说狗的吗 我认禁 我饿了 我昨晚和沈蓉姐 牵过你了 是我主动的 我饿了 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